另外这现场还要来关心基隆的朝镜公园前 昨天发生大量的土石崩落 道路的修复工程还在进行当中 目前进度如何 连线给记者姚依婷 这部位要让观众带您持续来关心 这个基隆山崩的最新情形 其实可以看到现在相关的结局 已经在遍波的上方了 最主要就是要先来做出一个变道 为什么呢 要带您来听最新说明 我们现在因为筷石很大块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裂解 裂解之后 然后我们再做 把这个裂解的土方 做我们的施工变道 然后把这个平台垫上来 第一阶的高度大概15公尺 第二阶高度大概是20公尺 20公尺之后 我们的这个基距查办法上到上面 从上面往下清 如果不从上面往下清 下面这个老洞之后 有可能会引发 对目前滚落的土石会滑动 会造成第二次的灾害 所以这个部分就必须要审慎的因应 然后我们一切都会在 四公里安全前提之下来全力赶办 那又先 交换单位呢 现在是表示说 在礼拜四之前 15公尺的地方要先做一个变道 以及20公尺的地方 也要做一个变道 就是为了赶快可以让 这个整个工程能 能顺利的进行 就是希望呢 可以在6月11号上午的时候 就将这边的交通 给顺利的通行 那么另外呢 其实在周边也会加装 这个一些像是 岩栓以及隔粮的这种东西呢 来加强 以防后面还有这个落石掉下来 那么就是以上线了 最近请时间镜头 再转给朋友 再转给朋友 感谢观看